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忠孝这两个字的真帝 用的篇幅很大 它里面 引用了一句话 遥迅 遂天下已逸 以民从治 这句话 很值得我们甚至 事实说明 社会的安定 国家的富强 人民的幸福 领导人的关系最大 如果有一个言明的领导人 能教导百姓 天下就大致了 这个事实 我们在历史上读过 历史上有详实的记载 因为古时候 那些帝王 为什么能做到 现在我们所崇尚的民主 为什么做不到 那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古时候的领导人 其他国家地区 我们不说了 只是说在中国 都是接受过 最良好的教育 帝王要培养他的接班人 撒废苦心去尋求 国内外最好的老师 是 读达 读达 学问 经验 都是超越一般人的 选那些人 来教导 这些人 来陪陪伴接班人 令接班人 能接受到 圣言教育 真正懂得 作之棍 作之衬 作之施的大道理 所以 一个政权的建立 能绵延 几百年而不遂 末代帝王 将老师的教会忘记了 中情中欲 谁信 烦恼 集气 那国家就会灭亡了 知觉 是这样 自家 亦不例外 家庭要兴旺 要能代代相存 靠什么 好子弟 好儿孙 好子弟好儿孙 好子弟好儿孙 是从教育培养之中成就的 如果不正心培养 那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言明的父母 一定要求 子女受最好的教育 现在做父母的人 又何尚没有这个心呢 但是我们的观念错误 现在接受的教育是科技教育 功利主义的教育 这种教育不会辞家 古时候老一辈的人 培养子弟是用圣言教育 圣言教育的特色 第一 是叫他了解人和人的关系 这个是大学问 这种是高等智慧 这种是高等智慧 人和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种是高等智慧 这种是高等智慧的特色 这种是高等智慧的特色 下是闻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这种是高等智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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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感情中人 感情中人变化无常 性情中人在佛法里面是佛菩萨 他们懂得真是非 真邪正 真厉害 他们所行的是道是义 瑜伽说的道德人义礼 感情里面这些都无了 感情如果信道德人义礼 不背道德人义礼 那种感情就是性情 在现代社会教学里面 知道的人多 说的人就更少了 而一般大众认为这种说法落伍 过时了 我听到这些华语入头 没错是落伍是过时了 为什么呢? 成平时代的思想 天下大致的思想 现在把这些思想理念舍弃了 造成的结果 是世界动乱 灾难变弱 会演变成无法想象 整个社会 人类要受极大的苦难 现在的灾变 一年我们从资讯中看到 一年被一年频繁 一次被一次严重 我们听到 我们听到 只有惊慌恐怖 操守不及 无可奈何 以为它是天然灾害 天然灾害 天然灾害 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会有那些灾害? 那些灾害能不能消除? 能不能避免? 世出世间圣人 答复都是肯定的 就算我们看到 西方一些寓言家说 最后一句话 也是认为 我们应不应该接受 那些灾难 还是在自己的行为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 它没有将 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 为什么我们的行为 可以决定灾难 发不发生 道理没有说清楚 这个道理就是 佛家常说的 为心所现 为色所变 又说 一切发从心上胜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就知道我们起心动念 可以改变环境 环境是医步 医步随着正步转 怎么办法 彻底惨悔 真正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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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有个 真正回头 厚度 厚度 忏悔 无济于事 真心 忏悔之后 你的言语行为 自自然然 就回头了 回心向善 自今以后 用纯善的心 代人接物 用纯是爱人 爱物的心 主事代人接物 用无条件的心 无私的心 不求任何报偿的心 尽心尽力 报私共养一切众生 这种先叫真忏悔 先叫真回头 一个人忏悔 一个人得救 两个人忏悔 两个人得救 不要以为 我们一个人 真正忏悔 力量很薄弱 遥信当年 也是一个人 问题是 你有没有真情心 真情心 自然能感人 在恶的人 他也有佛性 他也有良心 他的佛性 他的天良 只是被物欲 迷住 被烦恼 集气 所障 我们以真情的善心 爱心 无私 无私 共养 来对待他 错接触的时候 他们怀疑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有什么企图 他还会小心防范 时间久了 他看出来 你对他没有企图 慢慢就被感动了 邀述之道 directive 恶运之道 就是这个 诸佛菩萨 认化在世间 亦在这里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认 他为什么来认 我们要明白 由此可知 社会 风俗 道德 毁坏 那一念祭仙是什么 是我们对 子弟 没有照顾到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 父母痛爱子女 但是不照顾子女 自己忙着去工作 忙着去应酬 请工人 请工人 照顾自己的子女 工人 尽到照顾的责任 绝对 绝对 没有做父母 对自己子女 那一分爱心 所以 我们的底下一代 往往就是这个因素 被遗忘 被舍弃了 子女 子女 从小 得不到亲情的照顾 大过之后 才会不孝 才会背逆 人品 心术 被污染 感对社会 造成重大的灾难 所以 现在这个世间 天灾人祸的由来 根源在哪里 我们要细心去探讨 要将它找出来 那个根源都在教育 特别是童年的教育 古人了解这个道理 知道 因果之可谓 所以 对儿童的教养 没有说 不全心全力 将它当做人生 第一等大事来做 在我们中国 在我们中国 自古以来 早早相传 我们这个国家 最近 最近这一两百年之中 慢慢慢慢将古性先言的教育 扔掉了 扔掉了 一尾去 从阳 所谓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 火灾 火灾 风灾 地震 天然灾害 没有办法防御 佛同我们说 那些灾害从哪里来的 水灾是贪心来的 我们将贪心断除 水灾害 水灾就没有了 火灾是亲为来的 战争是属于火灾 生于亲为 风灾生于愚痴 地震生于不平 如果大家都懂得收清静平等歌 那些灾难就没有了 就算有非常轻微 不会造成损害 这样说哪个能信 如果不是深入经状的人 真正明理的人 你跟他说 他说你傻的 你说的是迷信 没有科学根据 所以只有深入经状 心地清静的人 听到这些话 会项目肯定有道理 我们同学 我跟大家说过 披上这件袈裟 做佛弟子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如果不认真努力 完成佛陀教导的使命 这就是古人说的 袈裟之下失人身 袈裟之下失人身 去哪里 都去地獄 所以祖师大得 明白的人 为什么不劝人出家 劝人出家 容易 那个人出家做不到 不会完成 佛陀教导的使命 那你不是就将他送去地狱 不出家 未必会堕地狱 出家绝对堕地狱 宣言里面说 地狱门前争道多 这句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既然出家 一定要认真 好好地学习 将佛的教会 介绍给一切大众 为一切大众 讲清楚 讲明白 而且自己 还要认真努力 依教奉行 这才是佛的好弟子 才真正是天人道士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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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